其实 从你来的第一天 而对你又好感 在你来着这段时间 我的改变 你也能看得到 我从一个不爱说话的人 变成一个爱交流的人 你听我过孙子的时候 你还记得吗 那天你下班 我在家等你 其实我自己都忘了 我兄弟 你回来你拉着我 你会立即走 我给你说点事 你还记得吗 这方天以后 你把小姐灯都关了 等我 你我唱 生生太远 我 38岁了 没有过我一次这样的生日 你 那一次让我特别特别感动 我就让你开心姐 其实 你每天上班走 我一直在家 我哪都不想去 我又盯着要打新的表 我就看 从上我看个下 我就想等着你 等着你回来 我感觉 你回来我给你做灯饭 我都会开心 真的 给咱俩 真的不可能 这位子吗 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吗 你那一天还说 你如果叫我找媳妇 找小姐这样的 如果叫我胖 那我现在也减肥了 现在很弱 那不行了 我会继续减 我没以为就瘦了28斤 你知道吗 我还可以再讲 谁要不想 看你这么整个自己 难道你 因为我长得老吗 不行了 现在不是流行那个什么 整容吗 我可以整啊 我可以磨皮啊 我爸怎么 我爸自己 我整到24岁行吗 你已经受那么多苦了 你不能上海自己 你知道吗 没事的 最好能跟你在一起 我 我做这个补 我感觉就是幸福 我感觉也值 你知道吗 你真不合适的 我真的 很感谢张先生 我遇见你 感谢你 谢谢你对我的好 以后你 你也可以不上班了 真的 是里面的两超房子 如果大家在一起 我可以把房子的名物 过后给你 我可以愿意 你付出所有 行吗 我你知道 我不在乎这件 你不要再拒绝 什么了 行吗 咱俩真的不可能的 你不说你喜欢我吗 小莱 这事 真不想说了 但到今天这样 不想伤害你 可能我从小 没有妈妈的关爱 没有这种恶后 我抬进来这种 这种感觉了 就因为你 现在有妈妈的影子 所以我才 你说什么 还要到他 你跟我说什么 姐姐姐你别难过 我回家就搬走 我让你 不让你看见我 帮你走 我对你不够好吗 我天哪这样对你 你给他说 你刚刚说 不能跟他在一起的理由 是什么呀 没有 我就是